楊寶貞的回應很有意思 因为主持人问他说 有啦 我有听到同事提到指示 好像现场收音没有关掉 不会是馆长 因为陈之翰不在现场 其他我就不再多说了 这句话 我觉得重点在这句话 因为如果没有的话 你说没有啊 他讲的是台译啊 我要惨嘛 不是耶 范老师 你也是博士嘛 柯文哲是博士嘛 你会不会讲这么亲切的话 快被学生告 可能吃不完后再走 所以我觉得其实跟我们讲 一般来讲说 我惨了 一般都是有一个意外的事情发生 对 例如说我们看到那天是在一个街牌 对 可是那个牌子倒了 或者说他那个布幕拉不下来 才会讲这个嘛 对 就是很突然的意外 很突然的事情嘛 那你说什么李友宜 这个名字我第一次听到 我真的也没听过 你记得侯友宜就好 知道 侯友宜 只说李友宜没有来的话 我想柯文哲不会讲这句话 他会第一次说 怎么没找他来 不过都什么 不会讲这句话嘛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 这个跟当天的这个情景 不太能够搭配 柯文哲只是要缘嘛 但是我觉得遗憾的是什么 我是觉得陈志涵如果是柯文哲 用这种话来问候你的话 你应该要生气才对啦 对 他不但没有生气 反正还帮柯文哲解释 还不只问候他当事人 连他妈妈也 连他妈妈都 所以为什么很多人说 陈志涵你有需要这样委屈求全吗 这样子侮辱你 爱侮辱你的妈妈 你应该当场就要生气 驳斥才对嘛 但是我觉得很难就是 陈志涵 比方说五斗米则腰啦 但是有需要如此吗 还是说就像很多家暴妇女 被老公家暴 还要帮老公讲话 对 那个有点变成斯德哥尔摩圣后群 就是我们知道一个绑匪绑的女生 这个女生跟他久了之后 反而爱上了这个绑匪 还帮他讲话 讲好话 那我觉得如果是这样的话 作为一个现代女性 我觉得陈志涵不应该人气吞声 如果真的你当场 有觉得被羞辱到 你就应该斥责柯文哲 不应该有这种歧视女性 或者侮辱人家妈妈的讲话 而不是这样还要帮他圆 帮他找理由 那我会觉得就是说 柯文哲藏起来这种大男人主义 所以从小妈妈就是呵护他 什么吃水果帮他剥好 然后结婚之后 又是他老婆 这个陈欣瑜照顾他太太 感觉就是一个妈宝 然后对女性永远就是一种 你很漂亮 应该去站柜台 这是这种歧视的言论 我觉得这种人能够当总统吗 我觉得总统很大的一部分 他知道有某种道德来示范 或者让大家学习的对象 那我觉得柯文哲 大概这方面的修炼 还是非常不够 其实我觉得人生当中 你会面临很多选择 我看到这陈志涵今天 在帮他讲话的时候 其实我心里是难过的 真的我心里是难过的 因为每个人有每个人的问题 比如生活上很现实的问题 但是人生当中必须会有很多选择 你要面临很多选择 有时候关键的选择 也许他听到的搞不好 真的不是这样 侯友宜进步了 我觉得他这个回答 真的是很高招 他就先呵呵呵笑 然后说这种事不会是新闻 意思是什么 意思说柯文哲可能不止这一次 可是这个影片现在被下架了 他的前幕僚 这个Grace吴静怡说 骂脏话很符合人设 柯文哲就信心中远 连彰话都会洗成不是彰话 各处影片都被大量检举下架 像这影片在网上 真的不容易找到 小玉我注意到 我刚刚第一次问的时候 认为是不是彰话 举手你有点犹豫 所以是不是你听到的 或是你了解的 他真的可能不是那个 我擦擦擦擦擦擦擦 因为我今天有去 除了益善之外 我今天还有去请教 就是跟着客文哲很久的目聊 他是有帮客文哲讲 因为他说客文哲是本审 因为前面的那个什么 哇嘞什么什么什么 那个比达像外审的骂法 那客文哲比较不会用那种 外审的骂法去骂 那当然就是什么腰的那个 比较本审 这个他就常常挂在嘴边 这是没有错的 所以为什么我第一时间 我是有点犹豫 他是有帮他这样解释 所以我觉得陈志涵 他可以用这种解释方法 就是说那个柯文哲比较本审 他比较不会用那种外审的骂法 我觉得这种解释 反而是可以比较可以接受的 对 那这个我第一时间是有点犹豫 但回过头来 我还是觉得其中有点猫腻 他就是越澄清 或是说你越把它设为不公开 我觉得越有猫腻你知道 因为这是一开始 他在柯文哲是做直播的时候 然后你看这个讨论室 非常非常的热烈 很多网友就说 啊糟了收音师唧唧啦 然后还有说 这个是在骂这个智涵吗 还在骂陈志涵 真的开始很热烈的讨论 然后还说 这个什么收音太真实了啦 然后还还有说什么 当然有像刚刚黄哥讲的嘛 有在夸赞阿伯 说什么阿伯 阿伯好真诚好自然 对啊 这个就是讨论的很热烈 所以大家第一时间都有 也是被这个话 然后热烈的讨论 但是后来我就觉得说 你越是这样子 现在把它改成不公开了 本来这个直播是公开 现在把它通通设为不公开 民众党其他直播有改过不公开吗 没有 应该都公开嘛 应该都公开嘛 对不对 对对对 所以你越是这样改 大家觉得说 你这个越是有猫腻 你想要隐藏什么 反而会去找别的影片 来印证这个话 所以我觉得你本来这个是多此一举 那回过头来我还是要讲说 那个我赞成就是说这个总统 大家就是像之前蔡政元讲的 如果说你是做教授 或是你做一般人 大家对你不会有那么多的要求 可是我觉得对总统 或说对民意代表 大家对于这个人设还是有期待 比如说我是妈妈 我有小孩 那万一我又问我小孩 在家里随便给我讲这八字经 然后我就骂他 他说那我们总统也是这样讲啊 那我要怎么教小孩呢 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有人 就是说为什么大家觉得对元首啊 或者说对这个总统 你还是会有一点 一点这个高度 高道德标准的一个期待啊 那你对于柯文哲来讲啊 他常常就是这个 就会道歉 他会道歉 但是永不改过 像刚刚讲的 他用这个话 用这个脏话 其实他骂过吴英宁嘛 他是在2018年的时候 他讲说吴英宁不来报告 老师在那边发脸书 他当场在议会咨询的时候 就直接爆出口 然后就直接讲说 我为什么还要跟他道歉 然后加个我差这样子 就会议员非常非常生气 就强烈要求他道歉 然后他就说 那讲脏话是不对的 我道歉 2018年的事情 可是你看他到现在 还是继续 他道了歉之后 他有进步 那时候两个字 现在八个字 你两个字 八个字不是更脏吗 有进步 所以这个 这个我是觉得说 你就道歉 但是你还是没有改过嘛 那我最后要讲 就是说其实柯文哲在骂人 你就问他旁边里面 我不知道易三有没有被他骂过 他很喜欢用三国演义 或是用那个什么 他很喜欢看那些 看那些比较宫廷剧 看那个宫廷的小说 所以他常常会用皇帝来自比 他骂人其实 除了比较激动的时候 会带张志之外 他最常骂的是说 我又不是明朝万历皇帝 他正 正不是明朝万历皇帝 他很喜欢用正 然后比喻自己是皇帝 就像刚刚这个易三讲 他就很烦 反正他比就是太监跟狗 所以你会觉得跟他合作 第一个就是 就是他有时候情绪激动来 就是骂人 就会一言穿 一张一直骂人骂 但是他骂人不带张志 然后就选自比成 自比成皇帝的这个个性 我觉得反而会更让人家 觉得受不了 因为我们节目是 这个普遍级 所以刚刚那些柯文哲讲话 我们都要逼掉 可是大家想想看 如果一个当总统的人 以后他出来讲话 记者去访问他的时候 回来后制都要逼掉 那你觉得大家可以 接受这样的总统吗